美国就像得了被迫害妄想症一样,老是偏执地认为,世界上的其他大国,都在打自己的注意,基于这种病态的心理。 去年的防战略报 不美国防战略众 恐重回大竞争 为此,美国调动了大部分资源,来应对所谓的大国竞争 在各个领域,展开同俄中等大国的竞争 甚至连北极这个全人类共同的区域都不放过 要建立所谓的单方面军事优势 6月10日,《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最新版《北极战略报告》 报告建议美国在北极圈内增加军事及相关设施 原因是美国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圈扩大行动,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土安全 为了保持战略优势,美国,必须在这一地区扩大存在 在这份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 特朗普政府依反过去奥巴马主政时期 主要关注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 转而渲染,北极已经进入战略竞争时代 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区域的活动 已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 其实所谓受到军事威胁,只不过是美国加强控制北极地区的幌子 美国的真正的目的是,北极日益凸显的经济,军事价值 根据勘测北极地区的能源和矿床储量巨大 现在的石油储量,大约有1000至2000亿桶 天然气大约50至80万亿立方米 北极未来很可能会像中东一样 成为世界主要的能源供应基地 被美国紧紧盯住的还有经济潜力巨大的北极航道 随住全球气候的变暖 北极冰川加速融化 北极航线,夏季通行商船的能力提高 北极航道能够大大缩短北欧到亚太地区的航程 大大节省货物运输费用 商业潜力巨大 除了在经济上潜力巨大 北极地区对于大国来说,军事上也极其重要 美俄任何一方在此部署洲际弹道导弹 通过北极圈道对方的核设施,以及行政 工业中心的飞行距离最短 对于紧张对峙的美俄两国来说 谁控制了北极,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战略优势 这次美国公布所谓的北极战略报告 拿中俄说事儿 实际就是以此为借口 从军事上加强对北极的控制 面对这块嘴边的肥肉 美国不希望其他国家在开发利用北极走在美国的前面 当然也是为了美国在所谓的大国竞争中胜出 为了赢得美国口中所谓的大国竞争 华盛顿在各个方面都在进行重新部署和调整 4月18日,新华网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释出了大国战略空军建议研究报告 对美国空军未来整体力量配置 兵力结构与核心能力进行了规划 重点体现了美国空军 由全球反恐时代向大国竞争时代转型 在这份报告中 美国政府的智库 照样老调重谈拿俄中的军事建设说事 计划有针对性提高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 以及增强下阻和防御有限数量的巡航导弹打击和有效应对大国入侵的能力 同时还要准备击败一个或多个实力相对较弱的地区入侵者 总之 未来美国空军建设要紧紧围绕大国竞争这个中心 除了有针对性的增强一些军事领域内的优势 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同俄中进行所谓的大国竞争 还计划从以前一些极为关注的热点地区抽身 去年11月18日 澎湃新闻网报道 五角大楼释出宣告称 美国将在数年时间内打住非洲美军人数削减约10% 五角大楼对此的解释 就是为了在动态变化的全球环境中维持有竞争力地位 纽约时报则更加直接了当 称五角大楼此举 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应对大国间的竞争 除了在非洲收缩军力 在叙利亚 阿富汗这些美军曾经深度介入 付出巨大牺牲的地区 特朗普都打算放手不管 特朗普这样做 无非是认为 美国相对有限的资源 都应该用到大国竞争上 这次美国曝光重磅战略 剑指中俄两个大国争夺北极的主导权 背后同样离不开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大国竞争从中作祟 华盛顿已经成了大国竞争的偏执狂 这次美国曝光重磅战略的主导权 这次美国曝光重磅战略的偏执狂 这次美国曝光重磅战略的偏执狂